我想在座的各位都非常清楚 司法危险审查制度是 造始于西元1803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 Marbury Sue Medicine这一案所宣示的 法院在审判程序中有权决定 所适用之法律是否合线 法院对于违宪之法律需拒绝试用 这个是西元1803年 美国是司法议员的体制 各级法院的法官 都得对法院是否违宪进行审查 后面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我们习惯把它称为分散制 至于德国奥地利 这个欧洲大陆的 违宪审查数字所发展出来的 是管辖民行行政诉讼 的各中审法院之外 另外在设 宪法法院来掌理 违宪审查这件事情 我们通常把它称为集中制 至于 英国跟华国同在欧洲 但是这两个国家 因为比较崇尚 所谓国会或法律至上 各自发展出自己特色 不是纯粹由司法权 所掌理的审查基础 包括英国上议院上述委员会 以及华国宪法委员会 各位也知道 因为说到欧盟法 特别是欧洲人权条款 以及欧洲人权法院 跟欧盟法院运作的影响 这些制度的都已经 跟原本有所调整 而现在英国正处于 脱欧的胶着旗 它后续会怎么发展 有待观察 所以先进民主国家的 这些制度 大概就排在我们的眼前 那这个制度 到了我们这个地方 就产生两个环环相扣的问题 第一个 司法院定位的问题 第二个 司法违宪审查定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宪法77条规定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 及公务员之惩戒 从这个条文看起来 好像 司法院是 最终司法的审判机关 他到底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 一记受的一开始就产生了争议 从文献上 民国35年12月18日 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 向国民大会 赤宪委员会报告 说这个草案 简单的讲 他说本草案规定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 与现在的司法院不同 就是行宪前的司法院不同 他做了一个结语说 此种制度 相当美国之最高法院 如果这是自宪本子的话 这个见解呢 似乎没有受到我们立法院的接受 因为立法院依照宪法82条 司法院及各级法院之组织 以法律定制 在宪法保留 跟法律保留的中间 立法者拥有 第一个权势权 他权势的结果 就是各位今天所看到的 司法院是司法行政机关 因为他不负责审判 至于隶属于司法院的 大法官跟工程会 在今天之前 至少很长期 都是用会议 不是用审判的方式来进行 或许立法机关 他自己本于宪法的委托 他做这样的权势 是有他的道理 但是这埋下了 长期的这个争议 这个争议当然影响 我们违宪审查制度的定位 这个争议我想简单的讲 大法官曾经在4日86号解释 针对审检分立这个问题里面 提到 宪法77条锁定之司法院 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掌理民事行事诉讼之审判 而言 他假借着审检分立之名 宣示 宪法的77条 应该是司法审判机关 不是司法行政机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